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說 已獲批准出售給臺灣的三項武器分別是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的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波音公司製造的增程型巨外陸飛彈 以及裝置在F-16戰機上的外部配件 可將影像和數據及時傳回地面 攻擊的武器 這叫做手中代攻 這個說明美國是希望臺灣能夠 採取一種積極性防禦的姿態 其實這樣比單純的被動防守 更能夠遏制中共攻臺的衝動 讓臺海之間更不容易發生戰爭 消息人士透露 另外還有大型無人駕駛飛機 陸上魚叉反艦飛彈和水下地雷等武器 也將出售給臺灣 預計近期將會送到國會審批 這些都已經具備了打擊中國大陸的能力 我們剛剛提到的多管火箭系統 它的射程高達300公里 即便是暗自的魚叉飛彈 它的射程也有250 可是我們要看 臺灣海峽的寬度最寬不到200公里 如果配置在臺灣西部的基地 這些都具備了攻打大陸福建 甚至於浙江城市的能力 如果說臺灣把這樣的裝備放在澎湖 甚至是金門馬祖的話 它更具備了攻打內陸城市的能力了 甚至於可能會有機會去攻打到大陸的 東部戰區裡面的某些戰備基地 中共外交部批評這個軍售案 發言人趙立堅稱 這嚴重違反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 並表示將會作出回應 對大陸來講就是一個極具威脅性的防衛性武器 那這當然中國大陸一定會加大他們抗議的力度 我個人覺得以中共內臺來講 任何的對臺軍售就是阻礙他們以武力威脅臺灣 美國政府官員則表示 美國對臺軍售的治癒量 完全取決於中共對臺灣的威脅 之前解密的美國前總統里根備忘錄中就有說明 必須在中國長期承諾和平解決 臺灣與中國之間差異的情況下 美國才願意減少對臺軍售 而根據臺灣國防部的統計 今年以來已經有222架次中共軍機 進入臺灣的防空識別區 最近一次就在臺灣慶祝雙十節的當天 就在美國傳出對臺軍售的同一天 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稱 正在廣東巡視的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是3日視察了潮汕地區的海軍陸戰隊 恰好當天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也前往樂山雷達戰 視察臺灣空軍防空連 就是整個共軍的動向 它的涵蓋範圍包含整個東北亞跟東南亞地區 對臺灣的預警跟臺灣的防衛 會帶來相當大的作用 因為一旦中共不管是飛機、戰機 或是他們的飛彈 一旦啟動的時候 這邊的雷達馬上就會徵收到 10月7號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 再次警告中共 不要輕易嘗試武力犯臺 另一方面 他也強調 臺灣必須增加軍購 提升自己的防衛能力 添置更多的武器裝置 包括巡航導彈、海軍地雷、移動火炮 和進階的監控設備等